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2021年6月22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蘋果日報很大機會在這個星期停刊 到時壹傳媒的股票就會變廢紙 之前買了壹傳媒股票的何韻詩會不會血本無歸 梁振英又如何待他出頭 另外蔡英文最近今天的我打到昨日的我 全面跪低 究竟他是在甚麼事上轉帯 關台灣首富甚麼事 最後國安法生效後 有聲音說政府不會再就23條立法 究竟是否真的呢? 藍營KOL又應該怎樣應對呢? 在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昨天也和大家分享過 昨天早上 黎智英的前助理 亦是現任的顧問 Mark Simon 接受路透社訪問時爆料 說由於壹傳媒三間公司的銀行戶口被凍結 所以公司的董事昨天會開會決定是否繼續營運 還是要停刊 去到下午果然有消息傳出 說壹傳媒董事會大比數通過 去信保安局 申請要求解凍部分資產 用來出糧 避免因為欠身而再犯法 董事會亦決定今個星期五會再開會 到時再決定蘋果日報是否停止運作 管理層在下午開完會後 亦和各部門開會交代董事會的決定 如果星期五董事會決定 蘋果日報要停止運作 最快星期五即6月25日的11點59分晚上 便會停止更生蘋果的動新聞 星期六出版的 便會是最後一份蘋果日報 但之後有消息流出 公司有內部WhatsApp說 得陳佩敏副社長同意 同事如果決定立即辭職 可以不用通知 立即生效 因應報紙及即時新聞 需要確保質素 請各位上班同事 以今日五點為準通知他們 WhatsApp訊息還說 理論上如果星期五公司決定倒閉 到時遣散員工 或者會有多一個月的代通資金 但沒有人確保到到時他們有沒有錢付 所以如果正常辭職 便以今個月的人工為準 有關消息亦得到蘋果日報的員工確認 是真的 所以據了解在昨天五點前 原來大部分蘋果員工已經辭職 所以原本想看到星期五的蘋果日報 及動新聞 估計最快可能今個星期三 即是6月23日 明天便會停止運作 其實壹傳媒這樣做 對他們的員工很不負責任 因為如果是公司解僱他們 員工便可以取得多一個月的代通資金 但現在他們這樣說 即是逼員工自己辭職 連一個月的代通資金都節省 真的挺無量的 經常把良知掛在後面的蘋果日報 原來就算對自己的員工 都這麼沒良知 真是笑死人 而且除了對他們的員工不住 壹傳媒還對他們的小股東不住 本身是壹傳媒小股東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特首梁振英 就在Facebook出post 罵爆壹傳媒的管理層 他說蘋果日報是壹傳媒的主要業務 壹傳媒在香港上市 而且就著蘋果日報和壹傳媒 可否繼續生存 社會上有極多傳言和猜測 CY還說壹傳媒所有董事對所有股東 都有不可以推卸的法律責任 應該將公司最新的營運情況 全面公開通知所有股東 但到現在仍未有董事履行上述的法律責任 所以他已經委託律師 通知所有壹傳媒的董事 表明會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在這裏你可能會問 為何CY會成為壹傳媒的股東 其實在6月初 CY已經說了 他在2018年買了2000股的壹傳媒股份 之後再沒有直接或間接 買入或賣出任何其他壹傳媒股份 為何要買壹傳媒股份 當然是為了監察他們 買少許股份 便可以以股東身份出席他們的股東大會 質問董事會 這樣買少許都值得 CY果然會玩 其實梁振英代表其他小股東發表的憂慮 是很實在的 因為一旦蘋果日報停刊 和停了蘋果棟新聞 壹傳媒就很大機會會違反上市條例 如果是這樣 壹傳媒就會被除牌 變回私人公司 到時要賠償小股東的損失 但到時要賣盤或清盤 但到時很多資產都會被清盤官沒收 因為在清盤賠償方面 其實股東的權益是排到很後 所以 梁振英為其他小股東提出這些憂慮 也是非常合理 不過看來現在這個情況 小股東很可能會血本無歸 股票將會變成一堆廢紙 不過他們又怪誰 這對黎智英投下信任的一票 當然是遇到衰硬 之前黃絲歌手何韻詩 去年當黎智英被拘捕 除了自己買了壹傳媒股票 還鼓勵其他人買 現在看來他們全部都會血本無歸 到了最後 原來他們作為小股東的權益 要由他們經常罵的梁振英 替他們討回公道 這件事真的很諷刺 怎樣也好 蘋果日報的報導長期造假 報導手法一直很偏頗 現在還有很大機會 在這個星期內會停刊 對香港人這絕對是一件好事 希望蘋果日報在瓦解後 我們香港的傳媒生態 可以得到重返正軌 說完蘋果日報想說說23條 不驚不覺國安法在香港 已經實施了接近一年 社會也逐漸回復安寧 可以看到國安法的功效 你可能會問 現在國安法如此有效 是不是我們社會上所有的政治危機 都已經解決了 是不是不再需要 就23條去立法 那也未必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昨天接受報章專訪的時候說 雖然國安法已經實施 但政府從來沒有停 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研究工作 事關為甚麼 因為國安法只是涵蓋 四類罪行 包括分裂國家罪 顛覆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 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但比起國安法 23條應該涵蓋七大範疇 包括國安法未有涵蓋 竊取國家機密罪 煽動叛亂罪 以及叛國罪 而且23條也可以填補 國安法的不足 包括加強涵蓋的範疇 優化現有的法例 好像檢討刑事罪行條例 社團條例 可以確保 處理到極端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 所以也是有立法的必要 這樣聽起來 23條是否很快可以完成立法 這也未必 李家超說由於立法工作複雜 預計很難在今個立法年度完成 因為今個立法年度最多到12月選舉 李家超說 他們現在要做的 包括參考國安法的執行 法庭的聆訊 和裁決 另外由於23條會採用普通法來立法 所以他們也需要研究 外國的相關法例和案例 他又說有情報顯示 為了逃避國安法 最近有些外國資金 包裝成為基金 然後透過這些基金 去資助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所以他們接下來 都會繼續重點打擊 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資金來源 會凍結他們相關的資產 斷了他們的財路 其實聽到保安局說 23條立法 真的是一個好消息 事關在國安法生後 只能留意到 社會上開始有些聲音 覺得現在什麼都搞定了 23條立法沒有必要 而在立法會中 亦沒有見到很多立法會議員推動 不過 唯一一位 何君堯律師 和我們一群正常人的KOL 繼續揭而不捨 爭取政府 盡快訂立23條 因為我們知道 雖然現在社會看來好像很平靜 但其實只是將矛盾暫時壓低 那群小黃人黑暴仍然潛伏在我們的社會裏 你只看黃店 還那麼多人光顧 你就知道 而昨天 姜濤出席一個在Landmark活動的時候 萬人空巷的場面 更顯示到 現在那群小黃人 只是暫時將政治的訴求 隱藏在他們包裝成的本土演藝文化 所以情況 是不容樂觀的 希望隨著23條 盡快立法 政府也就著教育 文化 媒體 司法 等等 進行改革 我們香港 才可以長治久安 講完這23條 想講講蔡英文 台灣疫情在5月中開始 出現反彈 失控 去到昨天 搞了那麼久 新增的本地確診個案 還有75宗 而且還多了20人死 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很明顯是蔡英文 抗疫很有問題 沒有準備足夠的疫苗 台灣2300多萬人口 在爆發的時候只有30萬劑疫苗 所以一爆起來 民眾又沒有疫苗保護 當然有問題 即使最近日本政府捐了124萬劑 阿斯利康 疫苗給台灣 美國原本只捐75萬劑 後來被台灣的小陸人罵爆 才加碼到200萬劑 但相比2300萬人口 始終就是杯水居身 疫苗不足不足 在疫苗分配上又搞出了一個大頭髮 由於疫苗數量不足 台灣當局安排了為特定群組 例如醫護、政府防疫人員 75歲以上的長者 優先接種 誰知其中一間負責打疫苗的 台北好心肝診所 爆出了他們收受利益 遺規地 替過千個不符合資格的人 偷佈打針的醜聞 接著有關診所 更加要付200萬台幣罰款 即是相等於大約60萬港幣 在香港有針沒有人打 在台灣有些人違規都要爭去打針 你說這個世界是不是很諷刺 其實我們國家的國務院 和台灣書文學校的總校長張亞中 都說願意捐我們國產和中國的疫苗給台灣 但是蔡英文為了不接受中央的恩惠 豬多留難 將政治凌駕在生命之上 到了現在 國家的疫苗和張亞中取得的疫苗 都運不到去台灣幫助當地的同胞 真的很可惜 不過最近這件事起了一些變化 台灣首富郭台銘 最近要透過復必泰內地代理 即是上海復星 購買500萬劑復必泰疫苗 原本和張亞中一樣 他都受到蔡英文的豬多阻攔 用的藉口是說 只能接受和原廠買的疫苗 不可以接受透過上海代理買的疫苗 認真荒謬 說政府能夠更明確地表態 更明確地給我們支持 我覺得這些答應自然而然會消退 但是看到這個情況一路僵持 郭台銘就在前幾天 6月18日發出了一個聲明 要求見下蔡英文 然後在facebook 出post 澄清八大點 包括強調自己今次引進疫苗 以創生為念 絕無政治意圖 而他在facebook 留言上 更保證 合約上不會寫中國台灣四個字 合約的署名 亦可以公諸於世 不知道是否因為疫苗問題 蔡英文被很多人罵爆 還是由於郭台銘是台灣首富 之前不知道有沒有捐錢給民進黨 所以蔡英文最後也接見了郭台銘 在會後 突然間蔡英文大轉態 答應盡快完成相關授權的文件 擺明就是跪下 不過蔡英文轉態轉得這麼噁心 就被很多人笑他 前民進黨立委林混水 19日也在facebook 出post 說 國董一發火 蔡英文接見並放行 這不等於確認果然是民進黨政府 之前在全力黨郭台銘嗎 他說之前好像紅十字會 佛光山 大優這些團體 說要引入內地代理疫苗的時候 蔡英文就跟他們說 上海復星只是賣給國家 不肯賣給台灣 現在郭台銘罵幾下 蔡英文就被授權輸他 是否證明了 其實根本一開始 就不是上海復星 不肯賣給台灣 而是蔡英文 擺明在阻撓呢 怎樣也好 其實現在蔡英文被人罵 真的是他自己拿來 我們中央政府明明願意安排疫苗送給台灣 他就因為政治原因 不肯接受中央的因為 拒絕接受 反而美國只是捐200萬劑疫苗那麼少 蔡英文就好像黃恩浩蕩 然後其他人說要引入疫苗 蔡英文又不讓授權輸 去到台灣首富出聲罵爆 蔡英文又跪下 真的很難受 不過又怪誰 民主 蔡英文是台灣的小綠人 自己選擇 現在就搞到小綠人要承受所謂民主的惡果 最慘的 就是那些沒有投票給蔡英文的正常人 都要一起受 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有很多粉絲反映 為何明明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但出生片時沒有通知到大家 其實大家只要做幾個步驟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步檢查一下 你自己的訂閱有沒有被退訂 又或者是否真的訂閱了 訂閱了的朋友 你也要記得 打開旁邊有一個鈴鐺 打開鈴鐺和全部 一出生片就會通知你 大家記得除了要訂閱李梓敬的頻道外 也記得訂閱我肥仔傑的頻道 歡迎大家下次繼續收看李梓敬的新片 今天就和大家說了那麼多 在完結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嗨